有一口炸雞跟一口可樂 而且為朋友想問說 在你理想中的另外一半是什麼 以及對於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看法 當然對我來講 理想中的一半必須是Homo saliens 就是現代智人 如果不是人類的話 我是比較沒有辦法 我知道說有些人對摩天輪是可以接受的 摩天輪的話我不行 先不要 好 那後面的這個問題 同性婚姻合法化 我想概念上是這樣 就是我們目前合法的只有同性婚 沒有同性因 這個要講在前面 就是我們是結婚不結因的 這樣子一個解決方案 那這個解決方案其實就是 我常常跟外國朋友講的社會創新 就是這個真的是在其他 特別是東亞地區 是從來沒有想過可以這樣解決的 那我們之所以會這樣解決 是因為我們在大法官實現 兩個空頭案之後 我們的那個solution space 就是可以解決方案的存在的空間 基本上是已經是幾乎是浮的 當時是完全看不出一套解套的方法 那但是當然就是我們的行政官員 特別是那些在就是性別諸位文化之後 長達十三四年的時間 他們做的每件事情都要寫性別印象評估 因此鍛鍊出性別敏感度的這一些 專業的公務委員發揮了這個 這個所謂文族的極致 對不對就是把他的那個法案的名字 叫做超連結法案 不叫超連結但你知道我要講什麼 對然後把那個就是關係的定義 就是把結婚的部分跟結音拆開 全部都超連結到 關於兩個人結婚的時候 他要付什麼樣子的義務 那你想要盡什麼樣子的責任 可以想要什麼樣的權利 但是裡面關於姻親的那一部分 完全當作沒有看到 然後也都不超連結過去 所以也就沒有像在名法裡面 對於姻親撫養等等的那些章節的這些義務 所以就是所謂專法優於名法對不對 就是說你用專法去結婚的話 這個稍微比這個名法結婚 稍微好那麼一點點 那專法優於名法當然是前提 但是這裡面也有一個很真正的創新 就是其實我們婚姻制度 是有過在2008年一個很徹底的改變 2008年以後都是登記婚 就是兩個人找結成人出身事務所登記 才算數 那個時候結婚才算數 那在此之前很多人是用儀式婚 就是兩個家族聯姻舉辦一個公開的儀式 那時候的概念就是說 這個時候婚姻就成立 因為主要是兩個家族的事情 這兩個人只是代表而已 那當這兩個家族 彼此認定說有婚姻聯姻關係的時候 你什麼時候去婚姻事務所登記 那時候像是小孩出生了 什麼時候做出生登記 那你可以脫一陣子 反正婚姻已經發生了 但是這個概念跟2008年以後 那機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以至於大家到就是 把公投的投票所的時候 要看很久 因為很多人按照他自己的這個 對於婚姻的理解 到底是2007年前還是2008年以後 他就會有完全不同的想法 同樣的能指 直上不同的所指 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們當時為什麼用結婚不結姻 來處理這個題目 就是因為我們就發現 這個反對監獄民法的朋友 很多都是對於姻這個字 對於聯姻這個字 對於親族關係 對於會不會需要發明什麼 要兒婿啊 女席啊 這個族譜要怎麼排列啊 是不是要 以後都要族譜要化成二維還是三維的呢 等等 那這些情況 他們都要非常多這個不舒服的意見 但是對於兩個人結婚 並且要就是確保相同的這個權利 他都沒有什麼意見 其實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就是採取這樣子結婚不建議的方法 那就好像這板塊碰撞 然後余傘又稍微升高了一點 所以我們的解決方案 其實大概都是長成這個樣子 就是不是哪邊有51%的票 就稍微贏一點點 而是去看到各種不同立場當中 對於結婚的這種關係 其實是有共同的價值 我們強調價值共同的那個部分 大概是這樣子